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凌晨 一甲新一轮继续展开争夺 国际米兰将主场迎战森多利亚 国际米兰已经保持多仗比赛不败 尤其近期选好取三联胜佳绩 此番迎战实力一般的森多利亚 国际米兰主场称雄不在话下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国际米兰近期在两条战线上齐头并进 欧冠联方面他们力压巴赛 一分组刺席的身份出现 一甲方面则连胜三场 球队已经走出此前的连败阴影 在这一波葛向赛事不败金身中 国际米兰在进攻端的发挥越来越好 不乏单场攻入三球或以上的演出 拿达路马天尼斯 爱电迪斯高以及尼高路巴里 哪等球星在此期间都不止一次建功立业 此外 国际米兰金纪一甲做震梅亚茶球场的胜率高达八成 此项数据高居整个联赛前三甲 如今蓝黑军团在欧冠联中已经提前杀入16强 球队接下来会将重心回归联赛 专心抢分 毕竟他们还深处击分榜的欧冠区之外 国际米兰金仗一定会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马歇路波所欲因伤眷勤 11轮一甲战霸 森多利亚紧获一胜 只有六分在手的他们徘徊在降班区附近 也就不足为奇 虽然上轮联赛收获赛季首胜 但对手是升班马克雷莫娜 这一场胜仗并不能代表森多利亚就此状态回暖 攻击力不足会依然成为他们抢分的绊脚石 要知道森多利亚联赛至今多达五场军实百果 其余六轮也只是单场最多攻入一球 可见其状态有多差 此外 在双方最近六次交锋中 森多利亚仅获一胜之余还输足四场 包括两次走访梅亚茶球场吞下的大败 他们完全处于下风 森多利亚此行恐怕要被打回原形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